8月1號正式啟用營運的Gilly國際原住民族文創園區 是全國規模最大園民商品同路據點 為了歡慶開幕 園區舉辦一系列活動 包括與樂天桃園棒球隊合作 推出行銷主題賽事 因此球場上可以看到球員 身著融合原住民族織布土文元素的球衣 在場上奮戰 為我們的Timi國際原住民文創園區跟棒球 來結合移交做廣告 還是周族的樂天女孩阿布舞 首要在賽前演唱個人單曲朝熱氣氛 除了在主題日兩天穿上專屬戰袍 圓民會也藉此機會向入場球迷分享園區進度的文創 潮流美食跟生活特色 希望各位熱愛棒球的朋友 來這裡看棒球 希望大家也能夠到我們的文化園區去走一走 去看一看 那邊有很多很豐富的美食 還有音樂運動都有 圓民會表示 透過與各業者合作 推動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的發展 未來將結合原住民族語言傳播大樓 成為文化傳播影視娛樂 生活公益及觀光產業的重要基地 圓新聞胡遜五家糧桃園市採訪報導